这绝对是电影史上最没面子的杀人玩偶 不但杀人不成功 还反复被人类羞辱 对比其他玩偶家族的前辈 玩偶分立可以说是丢进了家族的脸面 这件事还要从这家人搬进这个兄宅说起 哥哥妹妹和嫂子搬进了一座新房子里 在收拾阁楼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箱子 打开一看是一个浑身缠满铁链的木偶 名牌上写着他的名字 分立 大家也没当回事 就把那娃娃放回了远处 但怪事就在这晚开始发生了 阁楼突然传来了怪声 妹妹被吵醒 接着听到了铁链落地的声音 转头一看 本应该在阁楼的芬莉 此时正坐在她的房间 妹妹认为 这肯定是哥哥的恶作剧 于是就把她丢在了门外 但是第二天 We made you breakfast 这让她更加肯定 昨晚就是哥哥的恶作剧 白天哥哥出门上班 家里只剩下了嫂子 妹妹还有芬莉 妹妹在收拾衣服的时候 芬莉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另一旁 洗澡的嫂子听见了声音 急忙询问怎么了 芬莉听到后 拿起厨房的面包机 然后来到浴室 两次刺杀失败 芬莉七刀撞墙 这时候 她又听到哥哥回来了 她昨天拿起球棒 她又在哥哥身上 找回自己的自信 三个月后 乖巧可爱的芬莉 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打不过就加入明智的选择 但是她的杀人计划 可还没有放弃 当着大家的面下毒 被发现了 有点尴尬 但是这是她最后的倔强 有时候 她也会突然出现在后座 然后掏出数量袋 玩偶分离在地塔上插满钉子 然后在地上撒满玻璃球 接着摔碎玻璃 声音会引来人 然后踩到玻璃球 滑倒在钉子上 但是没想到 门是向里开的 妹妹生日这天 哥哥和嫂子一起给她庆祝 哥哥还学着 芬莉杀人失败的模样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完全不顾一旁芬莉的想法 怎么的 杀人防偶不要面子的吗 芬莉走到一旁 在抽屉里拿了一罐 易燃气体 结果她拿反了 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芬莉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刺杀 她在客厅布置了一把弓弩 用绳子拴在扳机上 然后躲到远处 用力一拉 客厅里传来了大叫 芬莉兴奋的浑身发抖 开心的跑过去 果然 鲁剑射到了天花晚上 而大叫则是因为猫咪拉在了地毯上 哥哥大发雷霆 心爱的猫咪有难 芬莉挺身而出 决定独自承担这一切 结果就是 杀人失败 受尽侮辱 芬莉决定远离这喧嚣的世界 与心爱的猫咪告别之后 独自一人回到了阁楼 最后我终于发现自己如此脆弱 我慢慢关上房门 忍住内心隐隐的痛 当初我静静 这天晚上 两个劫匪入室抢劫 哥哥出门查看 结果被打晕 芬莉听到声音醒了过来 看到这家人被劫匪绑架 兴奋到浑身发抖 但是当看到劫匪用枪对着猫咪的时候 芬莉突然神情大变 劫匪看到嫂子和妹妹后 决定顺便结个社 就在这时 灯突然灭了 劫匪去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阁楼的梯子降了下来 走上去发现一对玩偶 中间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脚下突然出现一堆玻璃球 芬莉突然跳起 劫匪吓了一跳 踩到玻璃球上 铺在了扎满钉子的地毯上 随后一个塑料袋套住了他的头 差点让他窒息 芬莉把劫匪卷到地毯中 然后套出那把熟悉的刀 听着劫匪的惨叫 芬莉开心不已 可算是站起来了 另一个劫匪听到动静 也出来查看 看到芬莉坐在椅子上 他没大回事 他想看看床下有没有人 芬莉掏出弩箭 直接射中他的大腿 然后就跑出了房间 劫匪跟着他来到浴室 发现浴缸里有一个面包机 但是没有通电 灯突然亮了 芬莉拿着一根火柴 然后掏出毅然喷雾 直接把劫匪的手 变成了烤柱体 劫匪把手伸进浴缸里灭火 芬莉接通电源 面包机过电 直接让劫匪领了盒饭 事情结束后 大家一起凑钱 给芬莉买了件新衣服 然后又一起喝了一杯牛奶 哥哥觉得太甜 嫂子说 自己就放了一点糖啊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芬莉把糖 当成了毒药 哎 尴尬的撸猫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有网友说 芬莉真的是被诅咒的杀人玩偶 但是她的诅咒是 只能杀坏人 只要是心存善意的人 就会百分之百吃他失败 这也就解释了 同样的手法 为什么就对劫匪生效 那么这期就到这了 别忘记关注 么么哒